麥浩宜日前在社交平台上載了一篇文字 說近日在拍攝新劇下流上車軸的時候 收音師在無知會的情況下 突然粗暴地在她背後大力扯開她的裙子 將收音咪插在她腰下再教下的位置 左右來回移動 令她感到非常驚訝和不安 麥浩宜認為收音師已經涉及非禮的行為 而且當時的態度也不友善 所以決定要公開收音師的名和行為 而麥浩宜的男朋友邱子謙也表示 支持麥浩宜勇敢說出來 說這次事件實在非常過分